4月25号,国防部在北京招开例行星发布会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近期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近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在中国山东青岛举行 任国强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集体会见各国海军代表团团长时 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 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思想的发展和丰富 这次多国海军活动,必将应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倡议而载入实测 我们希望各国海军坚持和平合作,互学互建,互利共赢 加快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努力 在此次多国海军活动中,日本派出梁月号驱逐舰参加 这是日本舰艇时隔七年半再次访问中国 对此,任国强表示 我们愿与日方一道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 进一步加强防务部门的交流与沟通 妥善的管控分歧,增进安全互信 为推动中日关系在新时期的取得新发展,营造有利条件 也为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重要的贡献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这次多国海军活动的主题 围绕这一主题,多国海军活动高层研讨会 于24号至25号在青岛举行,任国强说 各国海军代表团和驻华五官积极地参加了研讨会 共商海上安全合作大计 探讨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挑战的新路径 新思路和新办法 探讨构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的海洋安全伙伴关系 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任国强还介绍,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 中俄两国海军将于4月29号至5月4号 在中国山东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大号为 海上联合2019的联合军事演习 这次海上连演的课题是 海上联合防卫行动 中俄双方将出动潜艇两艘 水面舰艇13艘 固定翼飞机7架 直升机4架 和陆战队员80人参演 演习分为联合行动筹划准备 海上联合行动实施 总结闭幕三个阶段 这次连演旨在巩固发展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深化中俄两军的友好务实合作 增强两国海军 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挑战的能力 演习不针对第三方 此外针对美对台军事问题 任务强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美方的行径是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是完全错误的 也是非常危险的 以台制华是拖劳无益的 挟洋自重 也是没有出路的 有关方面应该认清天下大事和民族大义 应该看到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台胞的福祉细于民族复兴